因为这次时长延长了一倍,六个月 这也是达到了目前国际空间站的一个水平 太空时间呆得长了 从而导致骨质会脱钙,肌肉会萎缩 目前有几项对策 最重要的对策就是要再会加强锻炼 可能比神舟12号要锻炼的更多 用各种器械 我们上面有跑台,还有功率自行车等等 各种器械锻炼上枝下枝 一般可能一天得锻炼两个小时以上 第二个是用企鹅符 企鹅符它是一种压力符 第三个是用一种叫负压桶的一种装置 航天员在实用环境下体液都往上走 它没有重力了 所以脸都比较大 我们叫月亮脸 就胖一些 航天员这不输了 用负压桶把体液往下走一走 第四个就是要吃一些特殊的药 吃一些特殊的药 包括中药、西药 我们有一个特色 不仅有西药,我们还有中药 另外要补充一些水源 还要加强营养 还有维生素 这些东西要加强 还有就是要上天前 要进行相关的训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